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營餘 這個營餘是很珍貴的 這也是前亞洲的營餘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參觀 我們如果沒有營餘的水 我們湧村就繼續用北山市就繼續樓 樓岸台東83公里 樓岸台東就繼續出海去 水利單位在北南西畔 建造了觀山大郡及池上大郡 這兩個大郡雖然孕育了著名的池上米及觀山米 但也造成了北南西生態上的重大影響 特別是阻斷了國寶級的高升庫與回遊時的路線 台東農田水利會會長羅應健 在入水口對此提出了詳細的說明 在池上工作站的進水口呢 目前有設置了兩道的 這個呼籲行動的漁梯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漁梯呢 因為在整個北南西流域 在台東農田水利會 因為用水灌溉 把很多的水呢 都截流到人工的渠道去灌溉用了 包括觀山大郡就用了2000公頃的水了 那池上郡就有900公頃 當在乾旱季節 就是每年一起做1月到6月之間呢 是每年固定的乾旱季節 那乾旱季節呢 當台東農田水利會的這個觀山大郡 以及池上郡呢 把水截到我們的渠道之後呢 整個北南西的流域 從新屋旅區以下呢 都截流了 都沒有斷流了 整個所以 在河流裡面 它原有的生態 包括高森固魚 包括核式奇葩 包括 還有其他蘆曼 其他的原來存在這個 北南西流域的這些生物呢 都因為缺水而死亡 那我們就考慮到說 這個生態問題一直以來受到大家所重視 那台東農田水利會呢 也認為這是必要的互語行動 我們也要做有積極的作為 所以在池上去進水口 就進水口做了一個魚梯 新進水口做了一個魚梯 那做這個魚梯的作用是怎麼樣呢 就是當即將要斷流之前呢 我們透過魚梯把水放下去 把原來在北南西下游 即將斷流的 把水即將斷流的時候 那些魚呢 能夠把它快速的安穩的送回到上游去 這樣子的話會保護到我們整個下游 當斷水的時候 那些魚呢 避免它死亡 那目前做這兩道魚梯呢 一個是明的亮的光的 就是說可以讓人家看得到的 另外一個是一個室內的 我們可以透過室內觀景窗呢 然後很清楚的近距離的看到 這個魚在溯油向上的情況 可以讓人達到一個教育的目的 是國內唯一的一個室內觀景的一個魚梯 那也經過顧問公司的規劃 確定怎麼做能夠恰當在我們做的時候呢 我們很近距離的觀賞魚的 溯西而上的情形呢 不會被干擾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室內觀景的這個魚梯 池上水地站黃坤河站長 也對生態教室提出了說明 裡面一個櫥窗 能讓魚從底下回油上面 順著那個魚梯 到上面去殘暖 對 裡面有15堂 10%的櫥窗 可以供一些國小的國中 還是社會人士只要有申請 我們可以開放讓他下去欣賞 池上水地站黃坤河站長 也對最近的生態教室的水礦 及魚礦提出了說明 發發水在之後 因為南橫貪荒的蠻嚴重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都是混濁的 今年在今年大概2月初有清澈 但是後面一些蠔雨颱風以後 又開始混濁 所以我目前所看到的這個 你看這水是通的 但是裡面更看不到 因為是混 它的混濁 所以一些油門 目前都不見它的蹤跡 雖然生態教室的魚梯 因八八風災以來水質混濁 而暫時無法發揮預期的效果 但是進水口 沉沙池 及水駿沿線的綠美化工作及景觀步道 環駿自行車道及木站道的完成 提供民眾提供更多的清水空間 因此這裡也是池上熱門的景點之一 附近知名的度假村就常在遊客到此參觀解說漁梯的生態 那這個漁梯呢在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呢 主要的功用其實是已經作為我們池上當地 農田灌溉用的水道的取水口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藍沙坝 藍沙坝上端跟下端在我們北南溪的水量的差異是非常的大 在上端這邊大概有三公尺的水深 可是到下端呢大概可能不到五十公分了 主要原因就是經由我們底下這邊河道取水口 會引流到我們後端 後端那邊我們的灌溉用的人工挖出來的灌溉渠道 一直到我們延伸到下方五百公尺 另外一個雨漆那邊 再做奔流流到我們的整個灌溉的農田上面去 那這邊呢在之前八八水災的時候 曾經因為水量來不及洩洪 這邊的藍沙坝被沖壞掉 今年四月初 當滨南溪在八八後出現難得的水清現象 森泰教室食物堂的遺梯景觀窗 卻因不滿靠後的石灰紙 工作站只好故宮擦拭 人家用乾淨以後 也是要上去 那麼一個禮拜要清兩次了就不會這樣了 在完成放水時 我意外看見樹條疑似高深酷魚的小魚 迅速地在魚梯中游動 這是令人興奮的意外驚喜 衷心的期盼在大家的努力下 日後的氣候正能風調雨順 如此才能讓這裡的高深酷魚 在線魚躍龍門萬頭磚洞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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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從小魚躍龍門後